開心見城港,祝你愉快,我是Raymond 不知道近來你的生活過得怎樣?追求跌什麼? 還是你已經很清楚人生的終極目標,無論世界有多吸引你的誘惑? 也沒辦法動搖你的心智 打功夫之中,有一種境界叫做最高境界 練得不好,就會走火入魔 當然,今天Raymond要和你分享的絕對不是打功夫的最高境界或讀門秘訣 而是結結實實的生活境界 整個世界都告訴我們,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成功 而九成九的朋友或成功人士都會告訴我們 成功的定義就是高收入,大車大樓,每年都可以出國旅行 納紙的就是東岸雅,而是歐洲旅行 接著,最終極的成功就是有千千萬萬個千萬的退休金 坦白兼老實說,華人子弟當中,看怕也有九成的人 這一世都不可能會成功,當然包括了我Raymond 各位親愛的聽眾,對你來說成功是怎樣的? 而人生這條路,生活的最高境界又是怎樣的? 很少人會跟我們說,成功就是家庭和諧 子女自愛,身心靈健康,物質以外看不見,但又有很重要的根基 更加每個人跟我們提及錢所解決不到的問題 因此我們就一美地努力達成世界所定落的成功目標 而忽略了建立幸福的黃金時期 廣東話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說話 它說,定點你,定點你 其實這句說話深一層的意思就是 不要亂,以冷靜際混亂,以平安際恐懼 換句說話說,只要我們的陣腳不亂 我們就可以把事實看得清楚 就可以分別歪理和真理 人生的路就會走得穩固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終點的那幅圖 所以就可以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當中 不偏左又不偏右地走到終點 最近我很喜歡這句名言 它說到,我知道怎樣處於悲賤 亦知道怎樣處於豐富 我已經學會了 無論在任何的境況,我都可以知足 哇,so amazed 對很多人來說,這一種人生哲學 簡直是荒謬,簡直是沒有大資 簡直是傻仔 沒有錢,屋都買不成 怎樣娶老婆生兒子 問題是,事實上 就算被我們真的買到家裡 我們是否真的就可以滿足、自足呢? 未必的 因為這個世界的標準不是停在Flat樓、公寓 而是要繼續升級、豪宅、甚至別墅 這樣才為之成功 換言之,在追求成功的過程當中 是絕對不可以有知足這種心態 嚴格來說 要成功的話,就不可以輕易滿足了 因為一旦我們心裡滿足、知足的話 就會撲滅了我們心裡為別墅拼搏的那團火 哇,想起到心寒,無管動 如果人生的最高境界之成功 跳路是這樣的 很可能我們會練到走火入魔 更有可能失敗的衝擊 是比我們成功的震撼更大 甚至不可收拾 其實無論大車、大樓、名牌、旅行都好 都只不過是我們生活當中要求的層次 不代表擁有之後 就一定會建立心靈的安穩 美麗的婚姻、家庭的幸福 完全是不可以成正比的 由此可見,原來知足不是退縮 不是沒有大志 反而是一種能力 可以抵擋世界價值觀和誘惑的能力 然後我們就可以將最寶貴的時間 精神、體力、匆匆足足地去建立 無價之寶 即是人、生命 亦即是夫妻、子女的關係 甚至懂得節制、有足夠的運動 換來健康的心身 其實生活的最高境界不是我們雙手拿著什麼 而是可以在強調、物質、滿足、外在感觀的今時今日 簡單生活生活得簡單 看起來好像很荒謬 事實上已經沒有多少人可以生活簡單 而有些人之所以生活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是因為他們迫不得已處於無奈 而不是出自於領悟、明白、想通了甚至是謙卑 生活簡單其實有一個好處 即使經濟蕭條、工作或是事業有問題 甚至我們身體有了毛病、需要戒口的話 都難不了我們 因為我們正在過著簡單、卑微的日子 不用說由高跌到谷底 即使你重新再適應這麼辛苦 是真的 所以俗語說人有三衰、六王 很多時候我們只要專注於六王 就採三衰不得閒 因此很多人還未跟六王say hello 就已經被三衰弄到回不了身 Come on 讓我們早日練成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簡單生活 這樣我們就可以百讀不侵 任何困難都可以笑著闖關 加油吧 我是開心見城港兼積極到底的Raymond 那麼有很快 有的 workshop 我可以說 你給我一下 有一點 十一堆 還有十一堆 一起吃 這麼小 我必找到 Bacon